院長好 董燕你好 首先我想先還是講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的疫情確實蠻緊張的 包含像是確診人數已經正式破萬 累計死亡人數已經來到了286人 那甚至我們看到科技產業也有群聚感染的這個現象 其實也是對於我們的護國神山群是受到相當大的威脅 那現在三級警戒在昨天已經確定延長了 也造成我們民生經濟的重創 這個時間也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經驗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過去台灣確實在疫情的防堵上是我們的強項 但是一旦這個疫情出現了破口之後 看起來這個病毒登陸以後 我們的超前部署能力看起來真的也不怎麼樣 所以呢現在看起來就是唯有疫苗覆蓋率的提升 才是真正能夠保護我們國人基礎保護力的提升 還有降低他的重症跟死亡率 那這個部分的話不免我們也要問一下 到底我們的疫苗現在目前的採購跟到貨的狀況 院長您最近也看電視嘛 其實我們其實國人現在最開心看到的一個畫面 不是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而是一架一架的飛機載著疫苗到機場降落到地 因為我們國人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疫苗 但是曾幾何時我們過去叫做台灣 can help 現在叫台灣 needs help 我們還要想辦法讓全球其他國家 曾經超買疫苗的來捐助我們 所以這真的是相當的唏噓 那我首先想先請教一下院長 您在二月二十六號在我們立法院的專案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出這樣的一個藍色底的字的表格 您有講到說呢我們在目前是已經確定可以獲得國外疫苗兩千萬劑 到貨的狀況是二零二一年的Q1到Q2可以供貨 但是呢幫您統計了一下實際的到貨狀況 目前的到貨率只有八十七點六六萬 這個部分不包含國其他國家捐助 只有在我們去年一法院給你的第二次追加預算 一百一十五億的疫苗採購預算 請問一下疫苗採購到貨您持續的對外承諾 但又持續的跳跳 今天早上的時候您也講到八月底之前會來一千萬劑 請教一下到貨到底困難點在哪裡 為什麼在我們台灣現在最需要疫苗施打率 覆蓋率儘快提升的時候 我們的疫苗在哪裡 確實困難度就在於變種病毒的發生疫情非常嚴峻 各國都在搶疫苗 那有些製造疫苗的國家本身也發生狀況 比如印度 比如泰國等等 使得供貨端發生了困難 運送端也面臨困難 全世界都在搶疫苗 包括歐盟甚至於用訴訟 對於它已購疫苗未到貨等 產生跟供貨廠商間的爭取 臺灣也是一樣 全球其他國家都在超買疫苗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想請教的是 您已經說到都已經簽約了 也預計Q1跟Q2要出貨 那現在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到貨 我講的是這兩千萬的部分 這個有關我們購買疫苗是事實 但是到貨確實面臨 剛剛我所講的各種情況 我們現在到貨率不到5% 這個各國都面臨同樣情況 除非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國家 像比如說韓國或者是新加坡 他們同樣也都有簽約 採購其他國家生產的疫苗 但他們的到貨率就明顯比我們高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困難點 臺灣在相對採購疫苗上 有面臨困難 有一些是 你採購已經採購你已經簽約了啦 我現在的問題是說你簽約的合約 上面應該會寫說你要多久到貨 那你現在到貨沒有嘛 簽約上供貨廠商就如我剛才所說 有些各種狀況 所以甚至於國際上還有訴訟發生 那我們甚至於還碰到 不是合約上的因素也存在 所以臺灣確實更困難更勝於其他國家 院長我覺得是這樣啦 成功的人找方法施辦找藉口 我們現在看到的到貨跟採購率 確實就是有點狀況 你只有4.43%的到貨率 而且這些都是我們已經簽約的 這個表示說我們其實 應該要去想辦法跟我們的供應商 看怎麼樣爭取到貨的速度能夠盡快 而不是一直期待說 其他國家能夠捐助我們 捐助我們都非常感謝 但是這個部分不能成為我們的疫苗施打的主力 而且八月底到貨一千萬 您今天早上所講的 請問包含了哪些 國產疫苗包含多少 我們國產疫苗也有定約 一千萬裡面包含幾劑國產疫苗 相關都有 都有是幾劑 明確告訴我 我可以請這個GDC 再詳細數字給委員看 現在不能回答嗎 您今天已經知道 我們今天專案報告裡面 包含疫苗採購感到貨 那相關全部是多少多少 那不然我請部長也給你說明 您姐要回答 好大概我們等一下有預估 大概是一百多萬 一千萬裡面有一百多萬是屬於國產 估計的 那剛剛講的這兩千萬 目前Q3會到貨多少 剛剛這兩千萬 一百一十五億花的地方 大概有一部分是COVAX 那COVAX整體本來都 開始要從二月開始供貨 就是供了一部分 那現在來講可能要到七月多 COVAX才會進來 那AZ的一千萬剩下的 那AZ的這部分 他整體會往後延一個月 因為泰國廠這邊有相關的一些產生的問題 莫德納五百零五萬 莫德納應該會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是說我們Q3會進來多少莫德納 他大概 大概在這一季會有幾十萬劑 然後以後一百二十一百一百這樣逐月來進來 我希望就是院長跟部長 其實這些訊息我們都必須要在質詢台上面詢問 我們才有辦法理解 因為這是民眾大家最擔心的地方 那我想問下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其實五月二十八號我們的衛福部薛次長 到立法院答詢的時候有特別提到 一百一十五點五億 就是我們上一期第二次追加預算 給的疫苗採購預算 其實已經有合約關係的兩千萬劑疫苗 所以等同於是 我們在立法院的一百一十五點五億 通過的這個疫苗採購預算 已經花在剛剛講的這些三個 COVAX AZ跟我們的莫德納 這沒有問題吧 理解嗎 這是這個是確定對的吧 因為你五月二十八號薛次長答詢 已經說一百一十五億是用在兩千萬劑的國產 國外的疫苗 對那時候的金額應該還會包含一點 在那個怎麼講 那個五十一億就留下來的錢 沒問題 那我下一個問題就想要請教一下 院長就是因為比較少看到院長 希望院長可以多回答一點 您知道五月二十八號發生一件事 就是疾管署突然去跟聯亞高端兩家國產疫苗 簽約各採購五百萬劑再加五百萬的開口合約 所以總共是一千萬劑的疫苗國產 五月二十八號簽約想請教一下到底急什麼 第一個 剛剛部長有看到了 我們今天衛福部來我們立法院答選已經說了 上一次追加預算一百一十五億是用在國外的兩千萬劑疫苗 請問你在還沒有法條 我們五月三十一號立法院才修法喔 我們在五月三十一號之前 其實你們的條例上限還沒有提升到八千四百億 第二個你的預算最快按照立法院議程要到六月十八號才會得到預算的審查 所以請問一下你們在沒有法條的通過下 也沒有預算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急著在五月二十八號去跟國產疫苗簽約 這是第一個想問你急什麼 第二個 我們今天看到國產疫苗研發有受到我們衛福部機關所補助 食藥所補助 二十億 這二十億裡面有個條件叫做一定要保障 應該要保障國內優先採購 這個部分 既然說已經優先保障國內採購了 你到底在急什麼一定要在五月二十八號 第三個 我們今天二期的解盲 國產疫苗都還沒有出來 六月中才出來 急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謝思明計畫主持人 高端的主持人 他也在他的臉書上面特別強調 他對於這個合約有非常大的疑慮 如果到時候解盲失敗合約怎麼辦 再來是陳培哲 我們前審查委員也特別提到 受到的這個壓力 總統府的壓力不亞於他自己在審查的時候 能夠用科學跟專業來判斷 請問兩位到底五月二十八號為什麼這麼急 你難道不能等到六月中再去跟他們簽約嗎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疫苗 都通過以後再簽啦 那現在台灣你就簽了啦 一劑疫苗都沒有啦 所以我們當然都是用預採購的方式 預採購的方式 你哪有錢哪有法源去跟他們簽約 五月二十八號你這又這麼等不及嗎 我不知道院長有沒有對這件事情可以簡單訪美一下 我們也可以編列其他預算 如果真的人民有需要的話 還是需要 我請教你你這一次的合約預算金額是多少 如果這些比如說AG我們也是在他還沒有通過一一位以前 我們不是要討論我現在問你的是為什麼急著要在五月二十八號要做這樣的簽約 你沒有法源沒有預算你簽約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確保他廠商他能夠開始來做這些相關的藥劑 他總是要準備你總不能說萬一通過以後過個一年才開始來供貨 那就前面的努力都沒有意義 等半個月立法院的預算就審查完了不是嗎 不過就是這種東西都還是要有按照程序總 你差這半個月到底差在哪裡 我是不太理解啦 院長你要不要說說話你可以幫我們comment一下嗎 委員我們基於保護國人健康及疫苗的急迫性 我們都會為國人健康來採購相關的採購企業 都依照相關的規範 而對國外採購對國內採購同樣道理 我們在計劃上也可以 多等半個月為什麼不行 多等半個月你就有預算合理合法的去使用 你也有解謀 同時國產疫苗優先採購 我們不希望能夠延宕 我們希望在安全品質上不能打折 但希望在時間上能夠盡量的有餘裕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我覺得 反正疫苗確實是很急啊 國外疫苗的引進也請各位用同樣的積極程度 而上次預算也還有餘額可以動支 所以我問你這一次5月28號簽約金額是多少嗎 我們相關的企業 多少啊直接回答 依照這些來進行 你國產疫苗 你國產疫苗25月28號簽約金額是多少 合約金額 因為你用到預算啊 你既然講說你用到的是去年的預算 那我想要問你你到底預算多少 你用了多少 委員剛才是說沒有預算 好像要等到這一批的預算通過後 才能動支 我跟委員說明的是 那是因為115億先前的2千萬的疫苗 的扣打你們已經告訴我們用完了 所以我才問你說 你如果是用上一批預算 你動支的是哪一個部分的項目 但上次的預算裡面 我們還有餘裕 所以你的餘裕是用了多少 在5月28號簽約 沒關係 如果這個在這裡沒辦法回答 我相信 就是這也大家都看在眼裡 我們直接進下一個題目 委員上次那個預算 還沒有動支的還有64億 64億國產疫苗的這個簽約是多少 國產疫苗5月28號簽約是多少 委員剛才所講是說 沒有預算還沒有通過程序 你即使 5月28號疫苗採購的預算 國產疫苗有沒有超過64億 有沒有超過64億 相關支付在紀約裡面 有分譯支付等等 未來相關的資料 我還有其他問題 既然院長部長跟我們的主計長 都沒有辦法回答我的問題 我想這個都留在我們社會大眾公平 我們都有國會直播 再往下 我們這個264.46億 在我們這個計畫書裡面 真的是自製足跡 我幫你列出來了 34億元就在他下面的 詳細說明怎麼計算 264.4億 一個字大概會是10億元 我幫你算過了 那這怎麼用的呢 我們沒想到竟然是 蔡總統在我們柯文哲市長 宣布台北市民免費打疫苗之後 蔡總統還勞駕他半夜的11點40分 要發文告訴我們說 原來這個預算264裡面是40 再加上224 我先不說為什麼總統可以對於我們還在審查的預算提出這樣的政策宣導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喔 這一個預算40億到底夠不夠讓全民施打疫苗免費 因為我自己算過 因為我的父母其實他們有去打自費的AZ疫苗 一劑是600元 當時那600元這樣的數字算上剛剛講的我們的衛福部薛市長有說 現在的目標是4500萬劑 請問你4500萬乘上一劑600元的這個自費的項目 我想請教一下40億真的夠嗎 院長你要不要做一下數學算一下告訴我們 第一個我們大概目標齁有事 這樣實際在施打我們還是大概就是兩倍量是最大量的嘛 4600劑就是百分之百 事實上也沒有國家可以達到4600劑這樣百分之百 所以您的40億的基礎基準是什麼 7成的一個施打率那也大概就是 4600劑大概有3000多萬 那個部長沒關係我想問你喔你看一下那個螢幕喔 首先第一個變數是X X是一劑到底要負擔多少行政費用 包含診療費掛號費衣財費等等的費用 現在民眾去打自費之前是一劑600元 請問你這數字有沒有下降 民眾打的但是我們不是照著自費 所以您在算40億的時候你的一劑的成本就是行政的成本不含採購是多少 大概我們就是以39億大概3000萬這樣約率來算不過我們都是用一個獎勵金的方式來做 所以你的獎勵金一劑是規劃多少 我們本來就沒有我們是本來的一個就是一劑就是1000萬的一百塊的一個儲置費 然後根據他不是那個儲置費 那然後每打一定的量就給予一定的獎勵金用這樣的方式來做計算 我這樣聽起來其實部長跟院長喔 其實你們在喊出40億全民施打疫苗免費根本沒有好好計算 因為你沒有算公式給我啊你的S跟Y乘起來才是40億 但你都算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很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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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